接下來跟各位談的叫做地震預測 地震到目前為止科學家無法預測 科學家所說的預測要能夠指出時間 指出地點 指出規模有多大 深度有多深 這樣才叫預測 不然我可以隨便唬爛 我也可以預測 台灣明天有地震 我保證對 台灣一年可以發生一萬多次地震 絕大多數無感 所以明天鐵一定有地震廢話 我們不是想的是廢話一點用了沒有 所以要指出時間指出地點 然後要指出規模要指出那個深度之類的 所以我剛剛都預測 目前各位家沒有辦法 那我們在想盡各種辦法 看各樣的東西 地下水某種氣體含量 看電離層看電離層的變化 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來做 來做 來想辦法 美國人在加州 過了一坨拉圖的儀器做監測 希望從資料當中可以知道說地震前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異常 有什麼特別的訊號 可以來幫他們做地震的預測 但到目前為止沒有成功 我們說到目前為止沒有成功 中國大陸我以前找的資料有四次 但是現在更多我不知道 四次短齡預報的成功經驗 短齡預報就是說我告訴你再過幾天就有地震 地震已經破綻眉睫了短齡預報 第一次最有名 遼明海城地震 事先警告 會有地震發生做好的事實工作 所以幾乎沒有什麼傷亡 就沒有傷亡 最有名 可是即使中國大陸好像有四次的成功經驗 他們也不敢說他們可以預測地震 因為他們似乎只對某一種狀況的地震 比較可以猜猜 而且海城地震的第二年 就有個更大的地震叫做唐山大地震 就沒有預測 不過事後翻出來的資料顯示 似乎有人事先想要警告唐山要發生大地震 但是沒有真的做也被壓下也很正常啊 如果上帝啟發你三天之後台北市有大地震 你要說還是不說 好你如果說了跟全世界講大家都相信了 全都還是跑光 三天之後真的有大地震 你就是救世主 如果沒有大地震 三天之後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你就是騎士喔 好笑好笑 所以我們因為唐山也是個很大的城市 沒有關係我們只是要告訴你 我們只要告訴你 退假到目前為止無法預測地震 無法預測地震 沒有辦法做事先的預知地震要發生 就只能夠做事前的防範 想辦法減少傷害的可能 只能夠做發生當時的應變措施 告訴你該如何如何處理 如何如何處理 那麼我們就要有一些防治的方法 就是告訴你要這樣這樣這樣做地震 這是這樣子說啊 但是但是實際上有困難 台灣有N條的斷層帶 你如果斷層附近都不要處了 你就不用處了 如果你們最近在因為台南的關係 我看新聞就知道 應該有人提到他 台北市 北海灣有一個很重要的大斷層 三角斷層 這斷層很特別 因為它是正斷層 正斷層 然後它延伸 本來以為這麼長 不然它會更長 然後它超級長 然後非常非常的長 長到延伸到外海去 這條這條地震帶 穿過了新北市許多重要的地方 如果你說我們通通都不要住人 它就好笑 就好笑 所以說實在這樣說啦 做好什麼調查什麼工作 但是實際上做了以後 有沒有什麼特別用處 也很難說 也很難說 然後就想辦法做一些耐震的設計 什麼之類的 聽說我們的台電大樓就是這樣 我很多年前看過一篇文章 到日本出差 坐在那個屋頂的餐廳上 實在 突然發生地震 他發現好搖啊 可以左邊看一看 右邊看一看 搖得好兇 威特跑過來跟他說 先生不用緊張 我們的房子是柔性建築 會搖不會搗 會搖不會搗 很正常啊 颱風來的時候 樹會被吹斷 草不會被吹斷啊 因為一吹就彎嘛 一吹就彎嘛 會搖不會搗 聽說台電大樓長這樣 所以台電大樓很會搖 但是他基本上不會搗 還有做一個防震設計 我們的101大樓 有一個阻尼球 還有人拍過他要晃的狀況 我幫各位看 就是一個大 我本來想自己拍啊 可是上去要花錢 算 我們就找網路的照片就好 主尼球 第一站還在晃 在晃的過程中把能量給抵消掉 這樣就保護大樓安全 所以主尼球耐震設計 耐震設計 還有做一些你不太會做的事情 東西要固定好 這個我唸大學的時候有經驗 在大學的時候大學租書館剛剛落成 大學租書館的那個書架都很大 寬呢大概都要半個叫什麼寬 高大力叫什麼高 很大很大的書架 排滿了書 結果 有一次 翻到原球球 799 逼得來了 完了以後 走到一排一排的書架 就跟坑鼓牌一樣 嘩 全打 你如果覺得書架很大隻 想要躲到他下面 你要嘛就會被書架壓死 要嘛就會被書打死 那怎麼會這樣下來 所以要你固定好 鎖起來固定好 什麼一些會晃的 重的東西擺好 不過你大概很難這樣做吧 把人家那個書架 把它用那個鎖螺絲把它鎖起來 然後可以不要搖不要晃 這個恐怕是會有一點點困難 這又是有關於一些防護的措施 讓各位能夠理解 OK